9月6号 小四导演陪着绝技剧组这一大家子 录完了快乐大本营 9月7号凌晨4点 网瘾上身的他竟然还翻起了微博 关注起了我奶元宝宝 绝技段子手锅小四 导演发微博写道 评论里的这位老母亲小声说一句 这东西叫花环呐 不叫花圈呐 并附上饭拍预览图 屋里奶元宝宝手拿着花环 正准备给四爷带上 一枚汤圆在这条微博下评论道 导演 你能说说给宝宝这么温柔的眼神 看着带花圈是何等感受吗 有没有想过老母亲感受 呃 这位老母亲大概是被嫉妒蒙蔽了双眼 看见了可爱的儿子就嗓尸了语言能力了吧 一个大写的心疼我郭爸爸 哎呦喂 除了东东 智力宠溺的只有王源小可爱了 据悉9月6号 绝技剧组在快本录制分为了两场 第一场是范冰冰 郭敬明 陈学东 林允 王源组成的使徒团 而第二场则是由张大佛夜成等等领队的王爵团 众多迷妹们关注的柯柯和等等的同框 也是录制结束出现在了微博当中 姥姥要哭脸 每一个被柯柯教过乒乓球的boys and girls 应该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吧 曼柯狼新闻 真的要扳起手指 鼓着日子 祈祷这一集快本 赶紧播出啊 跨倒